《楊隆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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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我覺得大比講得非常的好 就是Full Trouble 就是他本來在前兩季做不到問題 今天大家要特別小心 沒錯 看完富方的先發五人之後呢 吉爾貝克今天跟麥卡洛 做本季第三次的搭配 然後另外有錢肯尼、林俊錡 以及吳詠勝 今天跟曾祥君新特例 另外還有KJ凱傑 張宗憲是勇士隊的先發 這個龍珠被麥給把握住 非常穩定 麥卡洛球交給俊錡 一個小打大林俊錡 前路甩過的麥 勇士隊友場上幾乎五個人 都能夠投外線 小福這個轉身 大批直接賞他火鍋 完全預測到了 Saison不要用勾射的方式 再來一個前路的阿奇 再拿兩分 哇 一開始如... 四比亞夢想家領先這四分 全部都是林俊錡在遊戲區的得分 一開始 停開之後長州線 也在遊戲區裡面 他的上場出賽的時間 永勝的拉桿沒有對方的快攻 已經來了拖槍 是鄭湘俊 哭起來高冷 被禁區球員 應該也是在曾文鼎離開之後 現在國內本土四號位表現最棒 大批 然後底下單打小福 後位的是小福 他已經被大批上了兩個火鍋 聖特利 再給沒有人看守外線的祥君 再給小福 差點出界 聖特利 外線只有一個 掩護之後投進了三分 還是對自己的投射 相當有信心 那謝曾榮現在也上來接替 曾祥君在四號位 馬上就籃下接到凱傑的傳球 今天凱傑... 然後孟小佳這邊的換人感覺還是比較被動了一些 老吾 把對方的小跑車頂開之後 對孟小佳的得分滿妙的 先看小福這個勾射在進去有了 還滿聰明的 上 然後藉由大批的掩護來挑戰小福 看起來他在籃下身體碰撞的把握度還是比較弱的 周桂宇直接單手上籃 要進Mike的助攻 這邊沒有起了 剛剛進去有人倒地 對 三分線外盧冠良 團隊的第一個三分球 他只有一個就是盧冠良 現在要來單打撿停照 有點危險 再送出來給老吳狐狸位置 右邊的堆積 撿號也上場了 場上有蠻多的射手 剩下四秒鐘 收到射手盧冠良 這邊是Wild Open 是在第二節的本土球員還是以替補為主 好 這個第二段加速撿停照上去了 單打老吳成功 這個出手的 他最後是用這個有點像甩上去的 這是球桿 好 同樣的位置 五冠良 最後一季 哇 今天上 這個三分球也讓孟強家取得領先 施伯恩 進去一個翻身 Fadeaway 還加上減浩的點手 尋找其他的機會 德薇 德薇第一節是沒有打的 再給麥卡洛 現在單揚將在場上賣口 拉甘德薇 因為現在好小的空檔 五冠良 一個 一邊 一邊 離開 こ過頭來防守蟹中榮 身材蟹中榮優勢 一邊 新特利這個球也打得太承受 他的出手 防守全退掉 阿良的風神 不能放 五頭四周的三分球 是今年上半場的盧冠良 他同時老將 蔡文綢也上場 7.8的中線帶在發球線後面2分 這個已經跳踩在軌道上 感覺有點危險 進去沒機會送出來給得鼻頭3分 Are you kidding me 機會 目前看起來這個策略是滿成功的 好 德威想要大打小 好 哨音 外線是否能夠發揮 然後來個禮英外盒 富邦這邊需要有人把外線的把握度給找到 那個人就是曉芙 大逼尋到隊友 富邦現在守區域 這個區域 球交給大逼 做一個大拉桿 麥卡洛球也沒運好 感覺重心比較高了 這邊是跨大波的Mike Singletary 上門好 最後4分鐘 曉芙這個禁區的空檔是有點大 又是Singletary的 好 預判中線的運球路徑 一個背後傳球給曉芙 在塞禁區施波恩 擦板搖 歐文今天上來 彎不下腰 或是膝蓋沒辦法承受這樣的力量 真的拆打幾場比賽還是要趕快施力 總線從右側快速的第二拍上籃 最後兩分半鐘 麥卡洛 這個假晃越過了KJ 好 又是一個side pick and roll 切入到進去 哇 這個火鍋大筆打得扎實 麥卡洛一個side step 外線完全短了 還有蠻多的時間 阿基來個單身跳投沒進 麥卡洛再衝進攻籃板 卡手奎 防守籃板 過了一個進攻籃板 灌籃機會 他展現了積極度 哇 大筆連兩個大鍋 這段時間連續守住對方三波的進去進攻 所以其他的夢想家隊員跳出來了嗎 Say yes my boy 哇 阿基這個處理 來 結果中線滑倒 球也掉了 連續四波勇士隊沒拉高 而且對手幾乎都是直接放籃 地板肯定攻受阻 勇士現在要找一些方法 中線 回馬槍 哇 這兩分趕快止血 雖然打得有點不太講理 錢肯尼選擇直接挑戰籃球 哇 怎麼搞的啊 哇 這兩個球攻獎家都太不應該了 對方的精神二打贏 對 小夫 漂亮 三分外線的小夫 哇 所以第三節呢小夫是連得五分 大筆被包夾球被拍掉 中線 快光小夫 空中時間遞給翔俊 7比0的進攻 有數 麥卡洛繞出來接球 假動作在辛特利面前跳投 好 忠實的對方 7比0的開局 2 再拿回來 錢肯尼還是跟著他不放 小夫的投車來個40後 第二次吃球 對方的斜放還沒有過來 最後一個跳投 真的是換個籃框之後 進攻力其實蠻低的 對 而且重點是這兩球是都近喔 才是四投五中 對 在江溫當中 麥克斯克特利 賢可尼 再給他擠 賢可尼必須要出手了 沒錯 因為全部有都成退了 他有三分把握住 三分先來吃個頭的出神斷 小夫在抓到籃板 辛特利這一切都要打球 相當有技巧 第一時間的突破 一個5 out 翔軍掩護 桂宇選擇外界的投射點 原來五號戰術是桂宇要出手 賢可尼 喔喔喔喔喔喔 拔進去 這個球怎麼弄的 對 再來一個N1嗎 這回小夫不讓他撐 這個 在進去裡面撒野 吹魂鍋 有跑動型 反而是中間這兩分拿得輕忠 拋進 依舊維持五分差 賢可尼四出肚腳 三分危險 今天的準度是夠的 對 特別是換了籃框 麥卡洛今天雖然準度沒那麼高 但是保護防守籃板這點做得還不錯 少一先賞 同時有一個Felish 好 又是辛特利的打手 這球比較可惜 但是被盧冠良 在半場前就把球給打下來了 這個球稍微有點大意了 這前面要靠兩位來自育龍的球員來守住 可以把球撥一下 不過麥克再拿到 哇 好厲害 這個差點角度很低 這個差點角度很低 速的失手沒有 憲可尼籃板 速度非常快 直接摘籃了 要回了領先 郭忠祐抓到金光籃板 應該有點亂 拉開了空間 點停照 建立的非常多 換桂宇來面對冠良 周桂宇也要打進去 一樣是口袋裡面抄出來的 勇士隊這邊則是把蔡文神換上來 大逼再一個火鍋 冠良再給老吳 送到撿浩在底角的出手 馬上追平比分了 周際飛彈射出了 曉芙 大逼已經離開進去了 沒錯 這場均把大逼牽制出來 地板球 大逼接球在三分線附近 再給撿浩 三分線附近 一大步 上一次贏球 在當時和平籃球館 就是撿浩 底線沒機會 德威看他身邊的撿浩 撿浩空中 大逼 這段時間 打得太出色了 今天孟強家 幾位棄補球員表現非常棒 老吳 拋了一個 剩下4秒鐘 老吳切入 這回被翔鈞蓋鍋 再轉移 四十度角 一大步的距離 至少沒有 被凱傑抓到 轉中線的位置 投進 中線 連續兩個三分球 自己的跳起舞來了 瘋掉 這一集勇士有機會反超 新特麗 打起來的外線眼鏡 要站體的 這個球 永勝 切入 在外面的Doggie 中線 撿浩 貼在防守球員身上 拿兩封 大國林教練還是蠻像 De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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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尝试打阿吉 协防过来 收到史博恩的Wildman接下来 先出来接球 给阿吉 再一个掩护 阿吉回给麦卡洛 又拿两分吗 他又拿两分 麦卡洛三分线外被对到 自己再把球放进 但已经对于比赛结果 球发进来 防守球员也放弃防守 那最后阿吉的远端投射没有进了 比分是100比96 勇士队今年球积了三度 来到台中 来面对孟响佳 最后都拿下了胜利 对孟响佳来说就是比较可惜的 他们在第三节